本节目由新雷克萨斯RX CRXL加长版冠名播出 那是大概那年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86年 87年的时候 天天就在家里头写东西 写个牛逼的出来 穿一个大棉袄 吃饭就拿一个锅 吃完了锅就扔在地上 就这种 那时候因为开始发表了吗 然后已经开始 因为开始发表以后 在萌芽发表的 对在萌芽发了好几个 在上海文学院发了 正式要去沙尔文坛的时候 那么结果后来有一天出门 我就看到一本世界文学 一翻开就上面写 越南文学转号 我心里就一愣 阿宝十岁 邻居贝蒂六岁 两个人从甲三层爬上屋顶 瓦片温热 眼里是半个卢弯曲 贝蒂拉紧阿宝 小身体靠紧 头发飞舞 东南风一进 听见黄埔江传名 云昊宽广的嗡嗡声 所谓少年人的胸怀 我就注意到这个感觉了 我说为什么我看到越南文学 我就会 还有一种特别的失望的那种感觉 就是实际上这个 实际已经有了对欧美的 法国小说转号 或者说是什么 什么英国小转号 那就来劲了 越南文学转号 我一下就 实际这是一种反思 我就觉得 我们中国作家实际就像英国 英美人可能看到 中国作家转号 中国小转号 大概是一样的道理吧 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我好像一下就放下了 那么后来就 朋友喝酒啊 有时没事都聚一下 吃个饭 对不对 甚至于我有一次吃饭 吃到饭店出来 天蒙蒙亮 真的是挺好玩 现在想想 阿宝对贝蒂说 乖男 下去吧 烧心阿婆讲了 不许爬屋顶 贝蒂拉进阿宝说 让我再看看吧 烧心阿婆最坏 阿宝说 嗯 贝蒂说 我乖吧 阿宝摸摸贝蒂的头说 下去吧 去弹琴 贝蒂说 小的了 这一段对话 是阿宝永远的记忆 一开始写小说后来中间这么长时间不写 就按照我正常的想法 中间还是会有一段很难熬的时候 所以繁华会一写写这么长 就是说我自己都无意识的 这是完全无意识 完全是昏睡的 就是说我这种写凡花之前 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 哎呀 我写凡花就是路上遇到一个美女嘛 冬天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过去的美女在摆摊 我一下子就是哎呀想到好多好多事情 70年代这么一个美女现在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上卖那个小孩的衣服 我倒不是说他怎么会这么落魄啊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美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老 他哪怕就再有钱他也会变成一个老太太就不能相信的这么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金安石当时就像那个西西里的传说这样的一个人他突然老了那么过去的事情全部出来 就是你挡不住 原来我知道那么多事情 您的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老练也可以很天真 这就是我家里的这个房子 它这里的格局就是都有一个弄法 我那天来看了我也大为惊讶 因为这里原先都住满了人 然后走了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我还担心说他们这里是不希望最好 不要拍那种破破烂烂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有历史感 但是看起来风景还是挺好 你没进来过是吧 没有没有 就是破败不堪 很有肺原的那种味道 对呀对呀 然后呢 我呢本身 哎椅子没有搬进来嘛 我们本来就打算我们俩就 所以我也不能让你穿拖鞋 你看看这个地方怎么穿拖鞋 他没办法穿拖鞋 你看这个风景漂亮 你看这个很棒啊 这个就是我住宅 我看见这个门 我就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些可能是唯一的痕迹 因为这些人都过世了 我祖父是死在这里的 所以我就是到了这里就特别茫然 因为时间就是这么过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了 他们的生活楼上楼下怎么回事 我就根本不知道 嗯 呵 就是这么过去的 我拍这老人家的好可爱啊 没有 金老师 这么小的字碰到 真好 这老人家好可爱啊 我听他们的聊天 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他说当地的话 好 那我们就转转 反正天天安排 没有啊 就是我们等会就到里面去坐着聊一会儿 好好好 你说说这个房子 你穿这个鞋 我就不能让你在里面乱跑了 那我换个鞋 换一个鞋子吧 好 我是特意穿这个鞋来 我就要在小镇上散步 我换个鞋 要去探险 那太好了 你看我这计划是没有意义的 我发现 早知道这样我也穿了多鞋 我在宾馆的东西我穿的 好 现在咱们走 那咱们就进去看看吧 好 那么我们就录作吧 好 那那个树也晃动 多漂亮 这棵树是野生树 是一个鸟吃了一个 它接的果子 然后小鸟在这里拉死以后 就长出了一种 江南特有的树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不都跟那一样 是啊 就像一张树叶一样 落下来就飘走了 就没有了 所以记录是蛮重要的 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 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不记下来 像这个房子这么多的场面 根本不知道 全死了 我的姑妈 我的爸爸 可能是一个童话 我的祖父的母亲 她是从那边有叫杨树 杨树这个地方过来 就是我们金家的这一支 道理里正来 也很多代 就是 就是我祖父的母亲 买下这个房子以后 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 离太湖非常近 太湖强盗经常会来 有一天晚上就是 来了一些人 把家里洗劫一空 因为她就知道你很有钱 那个老太太就 就说还可以 她说她住进来以后 就在天津里面 有一个缸 缸里面放着元宝 她说这是我唯一的财产 既然家里没东西了 她说就把这个缸给挖出来吧 那么一挖挖出来 就发现这里面 根本就不是元宝 是一刚那个赤链蛇 就是江南特有的这种蛇 所以她就当场她就哭了 她说她说金家要败了 这个事情我爸爸都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祖母 待的时间比较长 她会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 那么时间一长 这些东西就变成神话了 我觉得 元宝变赤链蛇 好像是二十世纪生活的隐喻 因为我您提到一个书写 这个冲动 最初认识到自己有书写 这种冲动是什么时候 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喜好 他不会听父母的 每个人都是 现在人也是 就看你身边什么人 你受他影响 我因为当时 我父母也根本不管 我文革时代 我上海交了一个朋友 他高中生 他也没有下降 他当时是 也是个很特别的人 我对他也很好奇 他就看哲学 像什么小逻辑 什么什么书本华 这些书 然后我去东北 我十六岁去东北 我跟他就是通信 我当时至少我觉得 我写的信挺好 而且上面还会有画一些插图 比如说北方的这个大抗 是怎么回事 北方的屋顶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他和南方完全不同 那么他就看了我的信 他就说你可以写小说 这个人就是在我少年时代的 他说的这一句话 对我产生影响 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这句话的话 可能我不会有这么一个 想想写东西的这么一个念头 但是我这个朋友呢 他也他一生 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他后来就去了美国 又去加拿大做生意 做生意的情况好像也不大好 完全就是不敢露面了 这种样子的情况 后来等我得了毛奖 得了毛奖 有一天我在传达时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而且不是标准的信封 是一个什么公文的一个文件带 里面有一封信 这封信呢也没有署名 就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 就是说意思祝贺你得了家 你下面一句英文就是你充分享受你的快乐 但是他没有署名 所以如果没有我这个朋友说的这句话 可能我不会去写了 就你会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们的这代人都是 陈丹金的说法就是眉头苍蝇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么七八年的时间 就是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全凭你的兴趣 上海人话说就是开乌龟电车 在那样的八十年代那样的一个热闹闹闹的时代里 您是不是也是一个那种有游离者那种感觉 八十年代的这种文体都是一些一些一文版 你不是两百年孤独 立刻所有的都都都都都改成这种口闻 但是他们说这个 这个都改成若干解以后 若干解以后 但这个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一个味道 但是这个里边因为我呢写了几个小说以后 就掉进上海文学呢 他就变成一个编辑了 这对我是有有影响的 我对我有影响是什么是一个编辑 对作者的这个这么一个要求 像繁花这种重归传统的这种方式 从一个编辑的角度你会觉得很少见啊 比如鸳鸯蝴蝶牌的东西早就背叛死刑了 比如说你说一个女孩子好看 那个眼眸特别明亮 特别扭扭转 他鸳鸯蝴蝶派就是明谋散赖 这话你现在是你就算是阅读文本的话 别人都听不懂什么叫明谋散赖 说都说不说不说 但是文字上看就是好看 但是他等于说在50年代这些词 就是从新文学运动 就是这个现代文学 这一块已经被判死刑了 被切除了 因为冤狐派的这个本身就是很落后的 但是这些死亡的词 你现在拿过来用 我个人觉得比那个翻译味道的文字好看 为什么因为翻译的东西 翻译味的这种一文腔 看的太多了 就是物系违规 大量授集鸳鸯蝴蝶派的文字放进去 不是说我要提倡这个东西 是因为没人这么做 就是您要在一个美同时代名谋善赖 现在回看一下 在东北那个知情那群年轻人之中 包括老乡之中 你是个什么样子 什么性格的一个年轻人 我是一个旁观者 昨天呢 我们的记者在上瑜集团举行的电影创作座谈会上 发现了著名导演王家卫的身影 他在发言呢 也证实了将与上瑜集团合作拍摄作家金米成作品当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没穿拖鞋 穿个拖鞋 好 我打算补上 我怎么觉得我第一次进去楼没来过 我觉得好像走进汪伟政权的一个办公室 您是哪年在这 我30年了 这个办公室有什么历史吗 讲头吗 他这个就是过去老板的卧室 他当时传说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所以和戴笠的关系很好 戴笠在三楼住过 蝴蝶在那住过吗 不知道 这是您的桌子 在看什么稿子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看我刚才看手机呢 我们等会就到那边去 设计的给你量身定做的一个地方 我小时候文学青年 我一直想来一下这种编辑部 是吗 对 我这小时候现在没预设都不收 带着深深的仇恨来的 这几年是您人生中最繁华的时刻吗 也不是繁华 就是很累 真的是很累 我是特别怀念过去那个样子 自己比较自由自在的 但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东西 最喜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喜悦往往只有几秒钟 知道或者是你这小说获奖了 一会儿说你这个小说怎么上了什么榜了 也就一秒钟啊 挺好吗 真的吗 那接下来就是有什么人要怎么做访谈啊 有是要干嘛 又是这个 对吧 事后的麻烦就到来了 因为真是真是这样 但怎么办呢 有时候想想人家喜欢这本书 人家来问我这些问题 那现在回想起来 你觉得这个书 有没有你觉得还想很修正的缺陷 或者想去改善 而现在的说法我不应该写这个 里面有很多什么婚外恋之类的 好好说 就是现在已经培养成大家的我们的年轻的读者 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 还有是一个最不好的词叫渣男 渣男这个词最最不好 因为什么本身是非常复杂性的东西 你比如说 安娜卡琳尼娜里面这个窝人实际 你按照现在的口吻就渣男 这个也渣男 那个也渣男 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 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 人不是说这个油腻 那个渣男 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话 它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的原因 你活到一定的年龄 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复杂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老师应该引起重视 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 再这么说的话 你太可怜了 真的是太幼稚太可怜 对这种吸引人的单调化真的好可怕 几种几种因素在一起的 这种吸引人的单调化 深入这个年轻的骨髓了 好像已经是 所以阿诚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因为我们中国的五四以后 他的自然主义的这个积淀呢 非常短暂 几乎没有 直接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 他说法国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丰厚的 一个自然主义的写作 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批判 繁华里面 九十年代这块有很多读者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我是要记录下来 这原因出在哪里呢 就是有一天在九十年代 有一天我被一个社会朋友拉到精灵路 有一家小饭店 这家小饭店是三姐妹 从日本回来的三姐妹开的 然后我坐在桌子上一坐下来 然后就在听这些男女说话 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我非常吃惊 你比如说其中一个人说 问那个女的说你现在怎么样 那女孩子 他说我现在被一个日本人包了两年 他就这种问题在市民阶层中 在某些环境里面 他就可以这么说出来 云淡风轻说出来 云淡一点没什么 这种弄堂的小家必育 他就可以这么说 那我开始也不理解 但是其中有人就说了 你像你这样的人 你和一个小职员结了婚 人不是天天吵架吗 对不对 你跟一个日本人 你出来腔调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那一天的饭局 对我对上海这个整个城市 我发现我完全变化 看法完全不同 像这一块层面的 日子过得相对来说挺好 但是他们又不是我们惯常中的 这些市民阶层 真的真的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我可能我写了这个 老金怎么你写这种东西 但是应该说一句 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吗 这个是社会现实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就是 它是城市的历史 而且特别生动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一块东西在 繁华的写法就是 被阿诚说起来就是自然主义的写法 就是说我不会个人来批判什么 这不需要批判的 批判让读者来批判 读者都具有批判的能力 原本说要到东北去 我觉得东北呢 我说我就不想去了 因为东北是一去了的话 心里也会很不舒服 主要是吧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我是一个旁观者 因为他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 很多刑满的犯人 刑满了但是他不能走 他还在干 所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师傅 带着我们戏墙做各种事情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一个人一个犯人 我们那边的二劳改 就是劳改完了之后流场的 他说的 他是青岛的大学生 抗战开始了 他和他最要好的同学 说我们要去参加抗日 然后就到山西一个大院子 大家都排队进去 国共合作阶段 进去大院以后一看 这边是共产党 这边是国民党 结果他就和他的最要好的同学 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 一秒钟里面分手了 他去的正好是国民党的包拼处 他最要好的人就去共产党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就分手 分手以后他说 后来他就参加到 参加淮海战役的时候 他已经是营长 但是淮海战役他被被抚 被抚以后就去关在监狱里面 说有一天 犯人开会他坐在台下面 一看就看见他最要好的同学 就坐在共产党的位置 完了他们两个人就拭目相交 都看到对方 等散会有一个勤务兵就来了 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首长马上要去东北弄江 办一个捞改农场 你如果要去的话 你就报名 说完就走了 说完走了 他说我在当时的时候 我觉得我肯定报名 我这么好的同学过去这种回忆都起来了 然后他就报名 他说我就是这样来到了东北弄江 但是实际上他说我来了之后 我也没有再跟我的这个同学有过什么交集 因为他来了之后 没有几个月他就走了 他又掉走了 你如果不遇到这种人 你就没有历史感 你就不是在 他是说人说事 说在一起的 真有气人的都是 我们现在想到年轻人 我们就觉得 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就是说充满希望 但是实际你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人身上 实际决定你命运的时候 往往只有一秒钟 而且你的路非常窄 我现在就是说唯一可惜的就是 哎呀就是没有记下来 就是一个故事 当然我也写了一点 尽其所能写了一点 人生的故事 太丰富了 人生的选择有时候是 真的就是一秒钟 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七六年底 刚回上海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七六年又发生很大的转变嘛 整个的情绪 那时候最鲜明的给你的冲击是什么呢 那是 等于说是叫什么百废待兴 等于说一个人慢慢醒过来了 但是我现在想不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段子来说一下 我的习惯是最好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能够说一下的 你说再喝一口 再吃 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突然一下子新华书店都排队买书了 就是说都是通宵的甚至于去排队 不管你是电车卖票的小姑娘还是菜场卖菜的还是干嘛的 都在看大布头的小说 没东西看的话呢 我有一个查北区 有一个大姐姐 当时大概三十一二岁 他记忆力特别好 就是说那时候也没事干 一帮文艺小青年就跑到他家去 他一边打毛线 一边他说我昨天看的 简爱 我现在跟你们讲 从头到尾讲 实际讲的过程啊 真可惜没有把它录下来 我认为这种讲述 这种复述啊 实际他是有自己创造的成分 他能够花三天时间讲一本书 他看了看完之后他就记住了 但是实际他个人演绎的话我实际蛮出彩的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 特殊阶段的 一种文化 我认为 其实某种价是那种封闭脆乏 戳到这种口语传统 对啊 对啊 那时候你是一个会这么说书的 我倒是没有 但是我会听 但是我最近好像附说过一件事 结果后来发现再去看原文我觉得 就觉得简直不相信怎么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是去年的时候 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材料 我为了这个事情还特意打电话给上海档案局 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1961970年上海某派出所的一个审讯笔录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发现1970年的时候人太可怜了 说一个上海的一个普通的工人 在1970年的时候 有一些那种工人的这种集中的这种单位的这种宿舍 就是说两个人有意思吧 把它写一个条子 说明天早晨七点钟 明天早晨七点钟干嘛呢 就两个人约好 明天早晨七点钟在这个公用厨房 那么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就是互相看一眼 过去又没手机又没电话又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必须要依靠眼神 依靠文字 依靠什么一个一个动作 来双方心领神会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材料特别珍贵 就是那个时代立刻回来了 还有就是这个女的说 我明天要去走亲戚 这个男的就跟在后头 怕两个人一起走路 怕给工厂里的同事看见怎么办 就到处都是眼睛啊 所以到最后实际上好到最后 两个人又不能有肢体接触 所以到最后 这个男的实在没办法 因为上海的那种房子的墙壁是木板 就板壁嘛 就在板壁上挖了一个洞 这个男的可以手伸过去啊 或者那个女的可以手伸过来 结果挖了一个洞 第三天 这个女的他男的是长期在外面出差 这个男的回来就发现了 发现以后就 报派出所抓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过来的人 就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我就觉得实际他的这种 就是双方的这种接触太可怜了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来 来找一些这些东西 我把名字都虚掉好了 这可以编一本巨著啊 就是说1960到1970年的 上海人的普通情感生活 非常珍贵啊 太珍贵了 你名字虚掉好了 张某某李某某有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而且都成年人的事情 他是非虚构的 一个一个案例 一个一个案例 一般的就虚掉嘛 因为特别的压抑和封闭 产生的那种创造力 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事情 您作为个人怎么理解的事情 作为个人肯定很反感的一件事情 但作为一个创造 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是 可能是我是写作者 我就是觉得我看见稀罕的东西 我想最好就能够让大家都看到 就是说来修正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有对照 我们应该把这个过去不要忘记 我们把过去这些东西能够 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我对文学的理解也是很简单的 文学理解就是把过去的生活 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 就等于说金平梅一样 如果没有这本书 我们对明朝那个时候那种 根本就不知道 文学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或者说你要推动社会 我个人是觉得 你能够保存过去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推动 人们的推动社会 致他们的目标 那有什么东西 不可以解释 我能够保存下来 不可以解释 我能够保存下来 那这样的人 我能够保存下来 我能够保存下来 是什么 我能够保存下来 那一句话 我能够保存下来 我能够保存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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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上海在我的眼中就是 他什么时代就什么样子 他都可以老百姓都可以过 他老百姓非常灵活 市民阶层非常灵活 但是他内力他是不改变 他对生活的理解 他最希望过什么生活 他有自己一套 一套东西 城市就是这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 你破坏了以后过几年他又长满了各种植物 他又包裹起来 伤口又包裹起来 那么城市的魅力就在这种地方 就是说你不是一目了然的 那才带进 对吧 到处都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要保持这个生态 我们不能够把它搞得像一个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会有点像李博元时代他们那时候的感觉 他们更厉害了 对不对 他们这个时代真的太厉害 我昨天说的包天校的回忆录里头 包括有一个叫南庭笔记 就是 对 他好像南庭庭长 是吧 对 写官场现行时的李博元 那太棒了 就是他写那种笔记体的东西 上海这个城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他会集中了大量的神秘人物 南庭笔记里面写过一个人 贤同年间一个将军 这个人有 现在说起来这个 非常有钱的一个 就是什么清代赵云啊 白衣白马的那个 他每一次到上海来玩 就化妆成一个乞丐 就跪在 四马路上 他手里托着 一打手指 看见女孩子 所以四马路过来都是红尘中人 都漂亮女孩子 看见那个女孩来就给他一张 经常被人 被人骂的 因为你给我一个手指干嘛 流氓啊或怎么样 他不管他就发 女孩来 结果如果有人拿了他这张纸 回到家里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张黄金叶 黄金座的叶子 夹在这个手指里 就这么发 发完就走了 你说那个时代有钱人 他玩这个 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好半天啊 我就是觉得是什么 我在想 他可能一个是当时的一种 一种钱多了是在没地方花 在这种 那可能各种可能都有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能够接过他手里的手指的 肯定是个善良的女孩 他是 最基本的他是要 鼓励善良 鼓励这些善良的女孩 你要我给你一个礼物 你说我们 我们喜欢这些 有点奇怪的故事 或者奇怪的性格 其实是因为 只有这些真正的怪异里面 才容纳那些自由啊 异想天开那种 我们确实对自由的那种 那种渴望 一个是自由 因为自个做不到 就是 还有一个是因为呢 我们看的太多的东西 知道我们的口味越来越重 我们的我们的读者 所有我们的接受的受众 跟过去根本不能比的 我们知道太多的东西 那在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么多的一个 一个时代 怎么去做一个写作者呀 我小时候 我一直觉得这个作家太了不起了 作家什么事情都知道 什么人的问题都 都能看得明白 都给你指一条路 都能得到解决 或者说 都给你希望 但是到我这年龄 我就知道 根本就没那回事 因为我写的东西 也只不过是把能写的写出来 我们 我们连队有一个人 一个女知青 莫名其妙 掉在经历死了 然后他的男朋友 第二天把他的男朋友抓起来说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是一声不吭 关了三天都一声不吭 但是这个人同时他就得了一种冷热病 一发病就浑身发冷了到满地打滚那种 一直到上海到他50多岁的时候 他都姓这个 然后 好了以后就开始 家里有个脸盆拉出来就烧纸给那个女的 但是他们两之间到底是怎么那天晚上怎么回事 真没人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而且他是已经死了 这个人 所以都是经不起 细咎的 每一个人如果你要仔细问的话 人我总结出来就两种人 第一种习惯就是你千方百计要打听别人 他是要好奇的要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像我们写作也是 他们俩究竟怎么回事 人无关系 另一个习惯就是 千方百计的保护好自己个人的 不能泄露 所以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文学是非常欺骗人的 他有种种的 警惕 环境的 包括个人的 所以说文学实际没有那么高大上 他只不过就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 某一种面 让你知道 你的生活的信心也好 包括 其他那种都要靠一个微小的个人 他自己来承受 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可定的 这点是 所以 这些年 就是我写了繁华之火 因为我觉得繁华我只写了 60% 40%是没法写的 我觉得我的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是 我的写作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丛林里面 就是这么几平方米 有时候看见一个黑影 走过 可能是一只大象或者一个大野兽 我也根本不知道 在这副题上 您有多勇敢 我是在胡说八道了 勇敢和恐惧 在写的时候 内心会有很多要寻找的平衡点吗 那种平衡是要怎么找 对您来说 你心里很多 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是 举个例子说 我上两年 我超过一段书 发在这个 一个文学杂志上 他就是 柳亚兹的 那个 郑祖父 叫柳兆勋 他就是太平天国时代他写的日记 每天他干的事情是我们这代人完全不知道的 就每天他要记事 有念各种咒 写字 看古书 最有意思的是他说 当时那个 中国的文人他是 他是静息自止 就是你这个纸上只要写过字 就要收你就有责任把它收集起来 要有一个仪式把它 焚化掉 他里头经常记录的就是说今天和大尔 就是整理自治 尤其太平天国几近几出离离正 冰花马乱之中他就去 寻找 什么马棚里面什么到处都是 他要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在某天下午把它 焚化掉 这个只能是 这个匪夷所思 就是说你你你会觉得又是那么陌生 肯定如果叫我去过我肯定也是受不了 也很烦的 因为他这个有很多东西还是中国没有 没有奇蒙的那一代人的早晨起来看天象 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 这是有一些事 事实证明已经是 已经是 那个不行了的东西 但是他的 他的这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味道 而是现在的人又没有了 嗯啊 那也觉得可很可惜啊 嗯 多钱 でも 那才是我们传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实现的事 登峰造极一下 我和你互换一下角色 我来做徐老师 我要思考问题